台中市政府說沒問題 我請衛生局長跟食安處長去 所以博文哥不要生氣啦 局長去這個民進黨是因為黨團剛好 立法院也派局長去嘛 正好你也不用生氣啦 剛剛唸了一大堆現在都用不上 為什麼 沒有食安報告啦 對齁 沒有食安報告 對齁 沒有食安報告 輪動期一個月啊 一個月以後你還會談這件事情嗎 有多少人記得這件事情 你知道我今天在看的時候我就覺得這有效 黃國昌是在幫盧秀燕 黃國昌是救了盧秀燕 你想想看齁 如果今天可以找到第二塊豬肉有希布特羅 民進黨就垮了啦 那事情大條啦 對啊 有第二塊就好 這麼多縣市 是不是大多數的都是國民黨的嘛 十幾個縣市 只要在其他的縣市再找到一塊就好 什麼話都不用說 就會變成中央的責任 但是現在事情很尷尬 只有一塊在台中市 中央 中央驗 從過年前到現在驗了七百多件 對 其中有三個批號 跟台中市這一塊是一樣的 對 那三塊沒有驗出來 現在關鍵在什麼地方 中央說沒有啊 你會相信嗎 會變成信者很信 不信者很不信 哦 你說其實明天假設有開實安專案報告的話 也可以趁機 比如說國民黨的立委也可以去執行陳建仁啊 對啊 陳建仁給我講清楚喔 到底是實驗室出問題 還是特別的個案 還是你們中央管制不當 對 你是工會專家給我講清楚 也是可以釐清部分事情 現在這個都沒了 哎唷 都沒了 全部被打回 一個月以後再說 對 對 對盧秀越盧市長 我看他那個VCR那樣講 個案不要變懸案 不要得了便宜還賣乖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講一句白話的一樣 在過年前的時候 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因為是台塘出事 對 你會不會怕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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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連台塘都會驗出這個東西 一般的養豬戶會不會用 照盧秀越盧市長 你們在保護業者 我身為消費者說 連台塘都會用的時候 其他的豬肉傷會不會用 所以說這個要釐清真相 我會怕的是這個事情 所以 為什麼這個事情要釐清 是關鍵這樣子 好 可是 還是要從黃工上講 國翔老師 一個生氣 甩頭就走 什麼都沒了 你要 你要在 台大廚房 瀟灑 瀟灑 你要在等 陳建仁或者等專案報告 一個月 一個月 所以 那 盧秀越呢 盧秀越呢 我們議會在三月初就會開議 而且 這個案子也列入專案報告 而且要市長出來說明面對 解釋清楚 這不是懸案 這是你市政府應該要去說明清楚的事情 盧秀越長一批 我才不相信 他報告的內容再念一遍 你能怎麼樣 剛剛東好講說那個什麼 黃國昌是幫到國民黨或幫盧秀越 黃國昌救了盧秀越 我不太認同 我認為黃國昌今天 我認為黃國昌得分 就現實上我還是認為他得分 你覺得他得分 我認為他得分 他還是把他的少數槓桿發揮到最大 他的人設還是出來了 當然 我不是說人設 說民眾黨八席還是發揮了八十席的戰力 因為我跟柏文 我們跑立法院跑那麼久 不論莊案報告或總質詢的施政報告 都按政黨比例 你質詢的話 你誰站立最強 好 黃國昌或黃珊珊上去 都是一席而已 最多一席而已 可是他今天他就拒絕 我也要簽協商 大家都0 除了大家0 大家落0之外 你國民黨民黨你都聽我的 這只是起手勢而已 未來類似的場還多少 我只要看你們不爽 所以我不認為說他只是為了 因為我國民黨不理讓招偉 他就拿這個他就生氣 書包背了就走 我認為是他發揮少數槓桿 所以現實來講 我認為他贏 未來國民黨民黨 你講藍綠就說 他發揮少數槓桿 因為我認為說 如果說看潘英天 就說藍綠又被綁架了 所以以後所有大家 都要聽黃國昌長 會變得很麻煩 晚間十點敬請鎖定 正知道了